教会里面 这个三个职份 你要知道 他们的服事 一定是建立在师徒和先知的根基 所以 做传福音的 做牧师 做教师的 一定要严谨 少讲自己所认为的 多讲圣经的启示 传道人牧师的权柄是来自圣经 不是来自亲和力 我们看台湾很多传道牧师 靠亲和力 教会的成长 不是来自人脉 好像很多人互动 这种人脉 教会的整个成长 是来自神的道被传扬 然后 神的道被用于来牧养 劝解 责备弟兄姐妹 所以 我们生命堂 最要掌握的一样东西是什么 盼望 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明白 就是 当你读经听到之后 然后下面 你有小组 然后彼此牧养 有时小组长也牧养 小组员 对不对 你要怎么牧养 你一定要懂得 用神的话来牧养 各位 这是很重要的 不是靠人情来牧养 不是靠人的关怀来牧养 当然这些也有 但是最后 你要怎么带出神的话 在祂的处境里面 你用哪一个经文 应用哪一句话 圣灵 借着你所懂的神的话 当祂跟你讲祂的问题的时候 有时候你觉得 这个地方我要责备祂 因为祂明知道不对 祂还偏偏要这样做 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是 在罪中还有强词夺理的时候 你要责备祂 尤其是祂合理化 有一些弟兄姐妹是无知 祂在这样的软弱当中 无知被骗 谋蔽 你要用神的话 光照祂 开解祂 不守规矩的 你要警戒祂 软弱的 你要扶住祂 然后你要懂得 向众人要忍耐 所以都是用什么 用使徒和先知 所给我们的 祂的话 这个是活泼的东西 教义是你可以学习的东西 你读参考书 很多东西 这篇经文怎么解 但是你在实况一来的时候 求圣灵恩告你 所以教你根基文 然后能够应用 这个很重要 不要偏离根基 但是要懂得应用 所以如果一个教会 蛮有基督的声量 你会发现 这个教会 无论跟哪一个弟兄姐妹讲话 得到造就 得到神的话的指示 感谢主 我盼望我们生命堂 都能够有这样 当然一个教会里面 起码小组长 能够做到这个 我是给各位的挑战 小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